上午10点,赵鸡尾最新去向曝光,我是强激动,杨鸣送祝福,哈喽大家好,欢迎观看本期视频,在视频开始,还是订阅各位朋友能够点点赞,点点关注,谢谢大家,和大家说一下CBE的最新情况,在此前CBE已经正式的结束了,随着CBE结束之后,中国男人将会赢了一系列比赛,作为中国男人绝对核心,赵鸡尾这些动向,让球迷各位关注, 因为在此前,据媒体爆料,赵鸡尾至今呢,没有与刘云队签约,这种一个消息,让很多辽宁球迷也是非常担心,因为赵鸡尾在过去的两个赛季,帮助球队收获两枚总冠军,而且呢,获得了两次总决赛IVP,不管是能力方面,还是经验方面,都是非常强的,如果赵鸡尾不能够与刘云队签约,对于整个球队在后卫线上,将会是一个致命打击吧,所以说赵鸡尾的动向,自然让 刘云球迷非常关注,就在日前,作为赵鸡尾来说,他的最新去向也是正式的曝光了,具体什么情况呢,就是作为赵鸡尾来说,即将前往国家队进行报道,因为国家队呢,即将前往欧洲进行拉链,希望能够在世界杯中取得获得成绩, 这次赵鸡尾没有与刘云队签约呢,通过此前媒体爆料,赵鸡尾还是希望能够获得一份成绩,而不是一年,包括两年以前,这对于赵鸡尾来说是比较务实吧,他希望能够签四到五年,争取让自己呢,在刘云队呢,有一个圆满的结局吧,目前来看,赵鸡尾和刘云队的问题,还是出约能否签下强成绩,我们希望呢,赵鸡尾能够深入地 考虑一下自己的这些生涯,赵鸡尾的目前随形去向,将会前往欧阳的暴斗,带领球队呢,去欧洲拉链,作为中国男的助理教练,郭志强也是非常激动吧,因为郭志强对于赵鸡尾非常熟悉,此前也是有媒体爆料,郭志强有意招揽赵鸡尾加盟广州队,但是这件事情呢,还是没有实锤,通过目前来看,赵鸡尾下个赛季,如果没有什么太大意外,还会继续效力流动队,而郭志强呢,他对于赵鸡尾的使用,还是非常不错的, 郭志强是中国男的助理教练,他对于赵鸡尾的打球风格呢,还是比较熟悉的,我们希望呢,赵鸡尾能够在国家里带领中国男的在世界杯中抢一张欧阳的门票,作为瀏覽主持人,杨敏是送上祝福,因为目前来看,赵鸡尾确实用能力征服了杨敏,征服了球迷,希望呢,赵鸡尾能够在以后的职业生涯越来越好吧,好了,欢迎观看本期视频,咱们下期再聊。 感谢观看